秋冬季正式吃萝卜的季节 今天给您分享一个萝卜的新吃法 出锅之后家人都特别爱吃 首先准备一个萝卜切掉头盒尾 用刮板刮成细身 现在的萝卜水分特别的足 而且价格也便宜 接着往里面加一勺盐 搅拌均匀 腌制一会儿 拿出萝卜中的水分 接着在盆中倒入300克的面粉 加两颗酵母粉 用18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 边倒水边去搅拌 搅成絮状以后 下手揉成面团 像这种光滑偏软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醒花30分钟 这时萝卜丝也盐好了 抓起来一把 挤出里面多余的水分 都散之后 切成小段 收入大盆里 下面准备一块五花肉 先切成片 再切成肉丁 装入盘中 锅中油热后 倒入肉丁 快速的欢炒均匀 炒出油脂以后 倒入葱姜 继续炒香 接着黄柔切好的粉丝 调一下味儿 加入盐 五香粉 花椒粉 鸡精 生抽 老抽 欢炒均匀 给食材炒至入味儿 最后倒入切好的萝卜 用锅里的余温 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倒在一个大盆中 给它放凉 馅料已经完全放凉了 倒入一把葱叶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面团也发的差不多了 里面都是小气泡 取出来花面垫上 充分地揉一揉 排出里面的空气 再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拿一个小面剂 擀成边缘薄的面皮 挂入适量的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 把口收盐似了 这样就可以了 再按扁 生胚就做好了 全都包完之后 把平底锅预热 刷一层油 摆入做好的生胚 表面刷一点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烙 大约两分钟 给小饼换一面 继续将另一面也烙一下 因为馅料是炒过的 馅饼很容易熟 像这样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一按 立马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萝卜馅饼 真的是太香了 饼皮松软 馅料清脆好吃 分数搭配 营养美味 一顿吃上三四个 绝对没问题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